乖徒儿 还不拿好药箱 紧跟师父 本殿昨日就差你们去找大夫 人呢 二殿下是 我是大夫 你要干什么 我自有办法 二殿下 在下乃狐祖北池 最擅长治疗各种狐狸疾病 我看二殿下 十分地紧张小黎姑娘 不如让我试试 你从静游山来 哪只血脉 小君 乃玄狐一族 长妹长老是我的师父 这是我的药童南木 一只刚化形的杂猫狐狸 长妹长老的徒弟 想必医术定是不凡 来 你给小黎瞧瞧 亏得凤然 平日长交些意识杂文给我 叫我不仅认识森宇 长亲 还将这三界诸府的门道 摸得清清楚楚 不愧是医者 这太美妙了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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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转身单对我没什么作用 倒是便宜了这只狐狸了 小师父果然艺术高超 不愧是长妹长老的高徒 不如 入我玄金宫 让本殿招待一二 这不好吧 师尊让我常年游历在外 怎好去玄金宫 讨扰殿下 是啊 北池师父 这蛟龙一族的平会长老 还等着我们去治疗呢 不能在此处耽搁了 这小师父 连蛟龙一族也能医治 医术果然不凡 进入玄金宫吧 本殿 定把你奉为上边 也好 平会长老由我留给他的灵单 应该已无大碍 小离姑娘身上有救急 她的病情更为要紧 那么我们就去玄金宫住上几天 好好为小离姑娘诊治诊治 太好了 小师父 请 乖徒儿 还不拿好药箱 紧跟师父 这玄金宫四处都是静治 紫月耀君身份贵重 也不知住在何处 别吃笑 师父 小离究竟怎么样了呀 二殿下莫及 我这就为小离姑娘医治 后聚 后聚 那妖狐狮力妖胆 灵力散情连身魂都不稳了 就算天地来了也未必能治好 你这点本事能行吗 我虽灵力不成 但是杂七杂八的到时候会一些 如果出事了 你找借口先逃 我来挺罪 你先看你自己的样子吧 小心露了马脚 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我来看你我们的事 我来看你 那不轻得来 我怕我也想要做了 你这阵子